大家好,我是林小森 现在呢,我是在杭州 我身后呢,就是岳飞庙了 岳飞呢,是一个大忠臣 他身后呢,还为母亲写上 京中报国四个大字 最后呢,他也是被秦桧所诬陷 把他害死了 其实呢,岳飞他并不是杭州人啊 他是我们河南安阳人 那为什么他是河南人 他的墓却葬在了杭州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呢 现在我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岳飞庙 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吧 岳飞,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 一生忠诚报国 却被奸臣秦桧陷陷害 含冤而死 岳飞自小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 秦学武艺,经研兵法 成年后,他毅然应征入伍 决心为宋朝的江土保卫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金军南下入侵的危难时刻 岳飞率领岳家军英勇抗金 屡见其功,威名远扬 然而,就在岳飞率军奋勇抗金的同时 南宋朝廷中的权臣秦桧 却暗地里图谋篡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秦桧与金朝暗中勾结 出卖南宋江土利益 当岳飞抗金成功 准备一举收复失地时 秦桧担心自己的阴谋被揭穿 便设法陷害岳飞 致使岳飞含冤而死 这是讲的岳飞小的时候勤学苦练 练习骑射 这个就是岳母赐字了 岳母在岳飞的后背上 刻下了京中报国四个大字 岳飞从此以后征战沙场 当时非常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戴 你看老百姓给岳飞送行的时候 给他拿了这么多好酒好菜 这是岳飞大将军征战沙场的一个画面了 上面写着还我河山 一直到后来秦桧啊 这个卖国贼 把这个岳飞直接送入大牢 岳飞是含冤入牢 你看手上还戴着手铐 岳飞的老家呢 就是在我们的河南安阳 但是为什么岳飞墓会在杭州这个地方呢 岳飞自鹏举河南汤阴人 岳飞是河南人 他的墓为什么会在杭州 这就要从岳飞的事迹说起 岳飞二十岁应征入伍 后来成为南宋的一位名将 他坚持抗战 力图收复失地 却因此得罪了宋高宗 一心想保住王位的宋高宗 与秦桧共谋陷害 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 岳飞被害的地方是杭州大理寺的风波亭内 因此西湖的七峡岭南路 也就成了他的长年之地 这个就是岳飞的墓园了 提起岳飞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他的那首 非常悲壮的满江红 三十功名沉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哎呀妈 这不就是秦桧的吗 人家一般看见秦桧都要揍他的 这围栏杆也不让揍啊 踹几脚 大奸贼卖国贼 你看 所有的地方 只要有秦桧的地方 都是在跪着的 上面还写个请务吐坛 看来有好多人唾骂他 这个是秦桧 这是他的老婆王氏 看这个走廊上所有的碑坟 都是用来赞扬岳飞的 这么多为他歌功颂德的词汇啊 岳王庙在西湖东北角 背山面湖 占地面积不大 主要建筑有院外的碧屑丹心石牌坊 和院内东西两大部分 东部有门楼 中列瓷大殿 西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